大家好,经过之前课程的学习,我相信大家呢,已经基本上掌握了react的基本语法 那么这节课开始呢,我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些react之中的动画效果 因为在项目之中呢,我们会用到一些动画,所以呢,这里我来做一些简单的讲解 当然呢,react之中动画的实现要讲的内容其实可以讲的很多 那后续呢,我会出一门免费课程来专门给大家讲解react之中的动画 好,我们先来看一下react之中的css过渡动画 打开我们之前课程中的to-do list 我呢,打开src目录,把这里面的一些样式都删除掉 只留一个index.js文件,然后我们来编写项目的代码 在这里,打开index.js,它引入了一个to-do list 我呢,改变一下,我引入一个app组件 从当前的app这个文件中引入,然后去渲染app这个组件 在src目录下,我去创建一个app.js文件 这里呢,我去写一个组件 import react component from react class app extends component render return div 好 hello 然后别忘了export default app出去 保存一下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显示出hello 然后呢,我再去写一个按钮 return里面 我返回两个道路元素 其实它是一个jsx的元素啊 这块我写一个button toggle toggle呢,就是切换hello的这个div标签的显示或者隐藏的一个按钮啊 好,这样的话代码肯定会报错 因为jsx return出的内容啊,或者说组件render函数return出去的内容,必须只能是一个元素。但是现在你return的是两个元素就会报错。这个时候呢,我们可以借助reactfiber也就是16版本之后提供给我们的一个fragment的站位符。 我们把它写在这个div的外部。这样的话,我们看起来导出的就是一个内容了。但是fragment它并不会被渲染成任何的标签或者元素啊。 它就是一个站位符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多个div标签的一个问题啊。 好,保存一下,接着我们要实现这样的功能,点击按钮,切换hello的展示或隐藏。我们怎么做呢?可以在constructor里面,好,crops,super,crops,定一个状态,this.state等于so,2号,true,默认呢,hello是显示的。 接着我们这么写,classname等于so,或者说this.state.so,问号,如果呢,你so这个变量啊,或者说so这个状态,它是出的话,那我呢,就给这个div标签一个so这样的class名字,否则我给它一个hide这样的class名字。 然后呢,我们点toggle的时候,这样去写,onclick等于this.handle toggle,把这个方法我们写在constructor里面,做一个this指向的绑定。 然后我们来写这个方法,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啊,this.set.state,好,你要改变谁呢?你要改变so,如果this.state.show,等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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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或者说,如果它是true的话, 那么我就给它改成false,否则如果它是false的话,我就把它变成true。 其实setstate就是在让这个show不断地从false和show之间做切换。 保存一下,我们回到页面啊。 当我点击toggle的时候,刷新啊,点击没用,但是我们点开控制台,选中我们的hello这个元素咱们来看。 一开始它是hide,当我点的时候变成show,当我再点的时候又变成hide,我们就做到了这个class名字的切换。 然后我们借助class的名字来实现我们的动画效果。 怎么实现呢?我们需要在src目录下创建一个css文件,我们可以叫做style.css。 然后我们在app组件里面去引入这个样式,import当前目录下的style.css这个文件。 我们这里呢,用到了两个样式,一个叫做show,一个叫做hide。 所以我把这两个样式对应的lay啊,写在这个文件里面。 .show和.hide。 show的时候呢,我让它的opacity是1,hide呢,我让它opacity是0。 写好了,我们再到我们的页面上刷新啊。 点击toggle,隐藏,显示,隐藏,显示,没问题。 可是还没有动画,那怎么才能有动画呢? c3里面有一个标签,或者说css的属性叫transition。 我们可以写个all,然后1秒,ease in,意思是所有这些css属性的切换,我都让它通过1秒的时间做过渡。 那下面呢,你也可以写一个transition all,1秒,ease in。 保存,再回到我们的页面刷新啊,点toggle,大家看见影见线的显示和隐藏。 没有任何的问题,这样的话,我们就借助了c3的这个特性,transition的这种特性,实现了我们react之中的最基础的动画样式。 好,这节课呢,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,大家加油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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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